在本三季欧冠第二轮结束后,欧冠官方公布了本轮的最佳阵容433,最佳进球垃圾地区和最佳球员梅西, 唯一引起大的争议是,夺得本轮最佳球员的梅西却没能在这个最佳阵容433,梅西本有机会在欧冠首轮进入最佳阵容后,次轮再次进入最佳阵容,可惜了,回想前段时间,欧冠官方公布的首轮最佳阵容532,最佳进球垃圾地区和最佳球员梅西,跟欧冠小组赛次轮对比,只有两个球员继续当选, 一个是梅西连续当选最佳球员,一个是伯努奇连续当选最佳阵容的中卫,游轮中卫伯努奇,本赛季从AC米兰回归后,虽然很多球迷对他批评甚至谩骂,但是这名中卫的确是能力强,不但防守稳健,而且还有投球,更有一脚精准的长船,欧冠小组赛次轮游文3比0年轻人的比赛中, 就是他的长船助攻了迪巴拉首开记录的进球,不管是在三后卫战术,还是四后卫战术当中,伯努奇都很让人放心,回来后直接就把游文上赛季主力中卫被纳蒂亚挤到了替补席上, 当然,伯努奇也有犯错的时候,这也是后卫不可避免的,就好比上一轮一脚连赛中,游文3比1名软纳布勒斯的比赛中,他就是误导致了对手的进球,但那场比赛他也完成了自我救手, 杰西罗的助攻打进了反超比3的一球,现年31岁的伯努奇,绝对是当今足坛最好的中,那之一,也是游文后位线的核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